华尔街日报网站周一报道称 2012年9月日本非法购导后 日系车在中国市场的占有率从20% 骤降至14.9% 截至去年10月 日系车在华市场份额尽管有小幅回升 但仍然远低于此前的水平只有15.7% 韩国东亚日报周四也报道 世界漫画艺术节将从30号起在法国举办 韩国准备展出揭露日本军未安妇问题的20多件作品和四部影视作品 日本政府获悉后 通过驻法使馆向主办方要求禁止这一展出 日方表示 在民间漫画节提出未安妇问题不合适 但主办方拒绝了日本政府的请求 并表示将按计划举行未安妇问题展活动